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现在五座的SUV已载不住广大车友的梦想了 现在都争相追捧七座中型SUV 截图X70就是不错的选择 可以说奇瑞终于开窍了 目前大批的截图X70的实车已经到店 售价意外曝光 再不火天理难容 奇瑞汽车在国内汽车市场销量一直不如人意 其主要问题应该是其外观的设计方面 奇瑞汽车也深知这一点 于是在新车的设计方面也是下足了硬功夫 截图X70的外观设计可圈可点 前脸设计非常大气 镀格的进气格栅乘丝变形 与两侧的LED大灯相连接 大灯看起来犀利耀眼 尾灯是分体式的 非常耐看 增加了整个车的辨识度 外观整体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截图X70的内饰方面整体来看也还不错 T型中控台将仪表盘 大尺寸多媒体液晶显示屏 以及前中储物箱融为一体 简洁大方 在动力方面 奇瑞截图X70搭载的是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是 低能耗 环保 省油 动力强劲 其功率最大是147马力 最大功率为108kW 转动系统配备的是 手动六挡双离合变速箱 手动六挡变速箱 不仅有手动变速的灵活性 还能提供无间断的动力输出 初衷的外观高端的配置 强劲的动力 新车售价仅为8万元 这样的售价定位真的是实惠 性价比超高 新车已到4S店 快去围观一波吧